关心的是高雄凤山的母女双失命案 经过检方的初步勘验 这母女俩在颈部都有发现刀伤 不过现场是没有打斗痕迹的 根据研判这死亡时间 应该是超过了一天以上 只是很离奇的是连两天以来 这妇人的先生同住一个屋檐下 怎么会没有察觉呢 死者也没有留下遗书 并且这对夫妻呢 其实教养孩子有方 17岁的女儿 全校成绩排名第三 警方怀疑这案情可能不单纯 将会等检方解剖复验之后 才能进一步厘清真相 大楼里发生母女双失命案 附近民众难以置信 早餐店老板娘直言 理性男主人生活规律 脸上却很少有笑容 我 我觉得 好像不是很开心的 警方晚间初步勘验 地上有水果刀 却没有打斗痕迹 母女俩颈部都有伤口 袭击已干 研判死亡超过一天以上 看似轻生 但怪的是 至今没有找到直接证据 遗书 不仅没有遗书 从时间续来看 11月17号夫妻俩吵架 18号两人分房睡 太太到女儿房间 并且将门反锁 到了19号 还是反锁状态 先生人不以为意 一直到20号北上出差 接获校方通知 才立即回家 请锁匠开房间门 仅仅一家三口人 两三天内 先生怎么会 都没有察觉到异状 之前就是因为一些家庭上的 一些经济 还有一些状况 之前已经吵一阵子了 警方通过大陆监视器 调出先生的上下班行踪 初步吻合讯问时的说法 检方并没有将他列为嫌疑人 究竟是他杀还是亲生 死因还有待解剖复验后 才能进一步厘清案情 这里是基亚服装宠明高雄报道